主席 我們請林次長還有蔡主委 跟陳董事長一起 董事長三位都請 我請三位一起主要我們一起來解決這個羅生門 先問次長 你有沒有跟院長建議說 何事可以提前商轉 然後作為國慶前的人 你沒有機會向他做這樣的建議事 所以他有沒有指示過這個事 我沒有親自聽到他有這樣的指示 側面有聽說嗎 我看報紙 看報紙才知道 來 蔡主委 你有沒有跟院長提任何的資訊 讓他認為可以提前 沒有 那你有沒有聽到院長指示要提前 也是看報紙 尤其是正好報紙登出來那一天早上9點鐘 我就在院長辦公室 是 董事長那就是你囉 委員問的是說 你有沒有給院長過這些訊息說可以提前 有可能提前或應該提前 在檢討的過程中 哪一天的會 應該是 你跟院長一起開會 應該是 在二月間的會議 二月間的會議 然後你跟院長一起 因為有幾位長官一起在討論 討論什麼主題 那天的會議 那天的會議是什麼主題 應該是講 這個核能電廠 核市場這麼的重要 如何 因為他對減碳 對將來的經濟經濟力 所以如何怎樣 就說要了解公期的狀況 是 有沒有說要如何造勢 沒有 我聽到的消息是要如何造勢 我想有人聽到的消息 應該也不能進行 不能進行 但是你在那裡有講說可以提前是好事 沒有 你剛剛說有 你說你有提到說 如果可以提前是好事 我剛剛在報告著說 核市是一個這麼好的一個計畫 所以你自認為 每個人 你自認為好了 來這樣子 你自認為你不曾經給院長過任何訊息說可以提前 你敢這樣講 沒有 我想任何 所以院長也沒有指示說要提前 沒有 那為什麼事後沒有澄清 到現在網路還在罵 我們事後有發澄清稿 只是 新聞做不大對不對 所以今天在這裡三位共同都說 沒有這件事 核市不可能 第一個是院長沒有這樣的指示 院長沒有這樣說 所以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些指示 那你認為可不可能 你認為可不可能 以我目前的排程來推斷的話 是沒有辦法做的 不可能 那蔡主委你認為可不可能 我沒有詳細的評估的話 我當然沒辦法講 不過 以我們的觀察 就像我報告裡面講的 有很大的挑戰 很大的挑戰不可能 即使 即使是以原定的目標 12月15號都有很大的挑戰 那市長你了解了嗎 是的 基本上幾乎不可能對不對 我們認為不可能 如期運轉都有問題 那那個董事長你留著 兩位請回 核市喔 在1978年 12月份 某一天 選定的原料老梅等等 去做長子會刊 到現在歷經34年 核市還沒有商轉 34年前 土地會刊 34年後 我們還在惹這些爭議 這34年可以說 是核市建廠的血淚史啦 也是台灣在飛河跟永河 運動當中的一個血淚史 那我們非常擔心的是 核市這種先天不良 34年來 我們看到的是 他從動工以後 歷經四次的公期展延 四次公期展延 第一次的理由 最長 展延四年 原因是因為開標 展延四年 第二次就是因為停工100天 為了要重新檢視 申請展期最短 兩年 第三次申請展期 你們跟我們講是履約爭議 我們也只好信了 這一次展期要求三年 第四次要求展期 因為廠商倒閉 殺死短缺 要求展期2.5年 就是你們講的29個月 將近兩年半 一次 第一次要求展四年 第二次要求展兩年 第三次要求展三年 第三次要求展兩年半 幾乎每兩年就展期一倍啦 每兩年就要展期兩年以上啦 每兩年就要求展期2.5年3年或4年 那從現在預計到你們預期商轉 也差不多是兩年 這兩年董事長 還會不會像過去一樣 每兩年就要求展期兩年以上 過去是每兩年就要求展期兩年以上 好 跟委員報告 這個 何事剛剛 那個委員也講到 前幾次啊 都是 也有他的一個 這之後呢 這之後呢 那到了 第 上一次跟這一次的一個公期啊 就是要看工程 進步 所以呢你往後呢 過去又有什麼倒閉又有SARS 你知道嗎 就在今年的1月19號 你們的副總經理徐懷琼 還對外表示說商轉有變數喔 他對於數位儀表 對於馬達他都沒把握喔 還會不會展期 很難講對不對 其實有變數嗎 你們自己都講有變數 結果搞出這種新聞嗎 不不 這個 你們自己都講有變數 還搞出這種新聞嗎 一定有好大喜功在裡面 才會傳出這個新聞 這個複雜的工程喔 他不是說 像一個已經定型的東西 就把它裝上去 所以嘛 所以很複雜對不對 本席認為啦 跟今天在座幾乎所有的委員 都預期齁 你們無法如期完成 吳敦義之所以在前幾天 會去暗中放出這種新聞 應該是你剛剛講的2月份的時候 你給他太樂觀的資訊 所以如果能夠提前是件好事 這個工程我剛剛說複雜的工程 2月份跟你開會以後就讓院長 因為剛剛 剛剛次長也好 或者是剛剛主委也好 兩個人完全沒有機會 跟吳敦義院長面對面去談這個問題 本席認為說你要說真話好不好 不要耗大喜功也不要慘媚長官 讓長官做錯誤的判斷 有責改之 好我喜歡聽到這一句話 核能安全是第一 核能安全是第一 一步一步做 這種